同樣也是死亡意外發生在新竹 兼十鄉立間民宿露營區 昨天一名羅姓婦人 她帶著兩個雙胞胎女兒前去大自然踏青 但是疑似因為耐不住晚間的第一位 因此就在帳篷裡頭收探取暖 就因此吸入到大量的液氧化碳 等到老闆發現的時候 三人都已經陷入到昏迷 其中羅姓婦人更是送醫 搶救不治 米白色漂亮的蒙古帳周圍 拉起了封鎖線 還放了三角錐 因為住在裡面的遊客 疑似為了取暖 過世了 女子被發現時就已經呈現昏迷狀態 被緊急送往醫院急救 卻還是不知身亡 事情就發生在二十六號 新竹間巡鄉某間民宿露營區 羅姓女子帶著兩名雙胞胎女兒 趁著假日放鬆 但因為身上天氣實在太冷 忍不住在帳篷裡燒炭取暖 隔天營區老闆發現 三人都沒有出來吃早餐 以為他們睡太熟 沒有打擾 但到了下午還是沒看到人 甚至一點活動的痕跡都沒有 才打開帳篷確認 這才發現三人全部昏迷 露營預寒的方式分為被動式與主動式 其中被動式包含外套 毛巾 脖巾 手套這類衣物以外 睡袋更是要挑選副十度以上 老人小孩最好選副十五度以上 主動式則為暖暖包 手暖如油燈 保溫 平電熱毯 就是切記切記絕對不能燒炭 山區 海拔如果到一千的話就會跟我們市區 溫差有到六度 到晚上甚至會更冷 帳篷它是一個就是蠻防風防寒的 所以有些人會講說其實我們有開一點去通風 但是它的沙網其實它密度是很高的 那我們還是不建議在這種地方 就是拿焚火台或是說我們有 或有一個企劃爐 摧倒了真的反應不了 發生去過的三人送醫後 只有兩名女兒投過死神的召喚 由他們的外公來照顧 那這次發生我們露營場意外的業者 也是在我們的福島名單裡面 那未來我們也會去要求業者 必須要針對旅客來宣導 露營區審核速度過慢問題也浮出檯面 營區暫時關閉遠景帶回帳篷 詳細大發其型號帶警封進一步調查 黎清 記者消音 顏蓉親主張報導